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本身是美女的男朋友 那两个候选男 大家都要问我喜欢哪个 那其实两个人我都很喜欢 因为两个人都是用英文来讲 都是decent people 两个人都是高等的教育 而且休养都很好 我们在美国的海外的台湾人的角度是 只要台湾的选举能够走向正常化 选举的过程理性化 而且这个人民的选举 这个层次提高 那就是我的手帕 手帕我其实两个出来我都会支持 那你的问题是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 但是 因为 出现这么精彩 成就了 你们的政论节目变得很精彩 还用得在看 我的问题是说 变成那个Tales裡面 有些辛苦的 我们直接讲到 吴侠慧 因为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不合 我认为这种应该是从社会上 在你们的节目中间要消失了 但结果他还可以在上电视节目 我觉得 这样对台湾的 我没有看到好的现象 不知道你觉得什么样子 谢谢 谢谢 这跟今天主题五关呢 哈哈哈哈 你说什么都会不得 因为那一次我没有找吴侠慧上节目啊 所以 我不想有看法 因为别的主持人有权利找他上节目啊 对不对 那我可以不让他上节目啊 我在拉新闻里面宣布过 讲这种话的人 我不请他上节目 各位可以去看 我有一次可以去看 那一集是 我们说 英系栽章赖清德 用合成图画 荧花接木 那一集 各位可以去看 我在里面说 像吴祥辉这样的来宾 不要出现在我的节目里面 我有说 那一集我为什么这样做 是因为我知道真相 是 吴祥辉在脸书上骂蔡英文 政治图奸 政治名副 是在脸书上写的 他不是在台湾社的记者会上讲的 台湾社记者会那一天是台湾社 有请了赖清德 杨献宏 黄岳宏 这些人 来参加 反兵吞 互主权的记者会 赖清德坐在前面 吴祥辉在后面 吴祥辉在赖清德前面发言 吴祥辉的发言 完整的影片 我有在那新闻里播出 他说 蔡英文不党 台湾不配好 蔡英文不党 民进党会党 他讲的就是这些 没有 蔡英文是赢户 蔡英文是政治图奸 那由于他是站的 赖清德作者 所以 照片就拍到 赖清德跟吴祥辉 同样在一个场合里 那吴祥辉 他是一个freelance 他如果口出恶言 他会放到蔡总统 蔡总统去告他 他自己负责 他在脸书上 写完这句话之后 第一的 而且是 蔡英文团队里的人 他们把 吴祥辉跟 奈清德的照片 跟 吴祥辉的脸书 把他都撒进一张照片 放到脸书上 那里面 因为 小英的支持者 很多是我的朋友 其中还有几个教授 是我的 放眼的专栏作家 那天有一个 教授 把 这个合成照片 放在他的脸书上 我在他的脸书留言 我说 这样的操作 你同意的话 我不认为你是一个 合格的教授 他在 他在我的工作之后 跟我用来说 他撤掉 我觉得那个时候 春天 只有我可能去制裁 小英身边的这些小人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 小英身边的这些 自己作为一个合成图画 栽葬在结果 所以当天我在结果花了一个总统 去骂这些人 没有人敢 会来骂我 没有一个人 而 小英的危险 就是 如果他纵容他的支持者 或者是他的幕僚 用这种栽葬的手感 去移花积木 合成图画去 曼清德成功的话 成功的话 就是如果那天 没有我们骂他 没有我努力地骂他们 因为我很努力骂他们 他们知道 然后 脸书上面 就会形成螺旋效应 就会失控 那 赖清德的支持者 不会用 合成图画 移花积木 回来栽赃蔡英文吗 那这个选战 会不会变成 真的是 失控 血肉模糊 所以不要跟我讲 美君子的话 如果你自己在做假新闻 我那天批评他们是假新闻 做假新闻 到现在 我都知道是谁 他也上过节目了 但是我没有揭穿 因为 他没有成人 就算了 当天苗伯雅 居然还为这件事情 替 蔡英文的支持者辩护说 赖清德 他 不与俄为伍 记不记得 赖清德那天讲讲 结果他还说 赖清德 应该不要与俄为伍 不要跟吴祥亦同台 这个话对吗 对啊 这种支持蔡英文的社民党党员 对蔡英文有帮助吗 没有啊 所以蔡英文总统的初选最倒霉的是 碰到一群无脑的人在帮她 对 当时她 因为她是被我呛的 缘伯雅 我当时跟她讲 你讲错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选择她的来宾 那不是她的场子 如果是她的场子 那你可以说她是俄罗 就像你问我 吴祥亨会 我只能被压力 我会找她上节目 但是我管她去上别人节目 她不要骂我是名副就好了 谢谢 那这位科小姐 请问一下那个姚立明老师 还有如果冬先生 还有杨献宏先生 我在网络上看到她们都被封口 可是这样的做 你们不知道 你是蔡总统她们那边做的吗 如果这样做应该不是很公平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在台湾谁可以让谁封口啊 在共产党国家 如果你随便来讲话 可能第二天就失踪了 对不对 在香港也是这样 在台湾 我看她不是说 柯文哲有哄过我吗 我有哀嚎一声吗 没有啊 我只能说 练狗指导不喜欢我 是我不够漂亮吧 或是我不够可爱吧 我只能摸摸鼻子结束啊 这是一个自由媒体的时代嘛 那新闻面对面新闻追追追追不着你上节目 你去上别的节目啊 再不济你也可以直播啊 你直播会被抓走吗 可以讲可以拉封口 这种话都是借口 那当然说 姚立明确实不上三立节目了 这是事实 我很早就知道了 对我来讲也不重要啊 因为三立电视台的老板林昆海先生 公然挺脚印啊 他可以挺脚印啊 而且媒体可以有立场啊 在总统选举的时候 哪个美国媒体没有立场 纽约时报反川普 川普也当选了 川普也没被他关起来 川普警察就天天骂他 那川普天天骂 CNN就越高兴 因为CNN收视率也很高 本来CNN都倒闭了 快倒闭了 因为川普他没有活回来了 所以自由 台湾的宝贝就在这里嘛 那最近当然是一位 有一位主持人就说 他就问那个姚立明怎样 这都后知后觉了 我早就知道姚立明 她不上节目的理由 是她生病了 她生病 所以她不上 那她不上节目 那不上这个节目 另外一个节目也可以上啊 对不对 那人家可是节目主持人 我可以决定谁不上节目 我看你不顺眼可以吧 这个节目是自己的啊 对不对 以前彭文正好几次不让我上节目耶 我得罪他 他就把我封杀耶 真的啊 而且还怕我 脏话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郭北红说 你们主持人怎么这样 他说他年纪小你原谅他 两次啊 然后我跟郭北红说 你怎么这样 他骂我他妈的眼你知道吗 他在line上面骂我 然后那个截图我只有给郭北红看啊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这个截图你不要传出去 我也不好意思传出去 我如果传出去 就是说我被一个年纪比我小的男生骂我 不是很丢人吗 然后我就一直哭 郭北红还说 哎不要哭啦 我看你差不多大了 他是因为跟你好他在骂你啦 然后后来我很生气 那郭北红就说那我请你吃饭 所以我就到台北约了一家 最贵的米其林三鞋的女朋友 祥云龙云啊 就叫他请我吃饭 花了他三万块 就第二次他又跟我吵架 而且他跟我吵架的理由是说 我们放言登了一篇文章 反对郭北红选总统 放言是就是像零报什么什么 电子报不是都有投书吗 那投书就写了一篇文章说 郭北红想选总统青娘 台湾人心痛 那他们就反对郭北红选总统 那是读者投书耶 那不是我生的耶 我编辑收到了以后问我 我说好啊 那你就去登记 都去开登 因为我们正版都有嘛 结果登出来之后 郭北红不生气 朋友们正生气啦 然后他又说不准我上节目啦 我才可怜呢 我从来没讲过 我只是私下聚会讲 是有什么好讲的嘛 因为人家不知道 你上节目摸摸鼻子就好了 你不检讨反省 还要去说人家封你的口 然后那我朋友真的说 我真的很好笑 他就一直骂我 在群组里喔 跟那个小朋友骂我 然后不准他上节目 那我就跟那个群组的 跟他们制作人说 欸郭董可不生气啊 因为郭董不过我很熟啊 我还把文章给郭董看 郭董说 哎呀我很难过啦 但是嘛 我说没关系啦 我过两天再登一篇 赞美你的话 哈哈哈 然后 然后他们就去跟 然后他们说 郭董可不生气了 你生什么气啊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 嗯 等郭董做主持人以后再说 我就去问郭董 哇 你们主持人好大牌喔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王敏玉 王敏玉 王敏玉当时是总经理 哎 我说你们主持人怎么这样啊 又怕人家大妈的 然后又不让人家上节目 还妨碍人家言论自由 都不是妨碍我们的言论自由嘛 而且还是我主持的 我投资的媒体 可是不是我管的啊 是编辑管的啊 所以王敏玉说 这个节目我管不到 他是董事会管的 然后我就回过台来找郭文宏船长 然后郭文宏又请我吃饮了 后来没隔多久 他就跟我说说 哎 你来帮我主持节目吧 我说为什么 你来帮我平衡 我讲到这里为止 千真万确 我也不是什么好惹的人 但是我从来不讲广话 所以台湾没有人会被封口 就算很多人不喜欢他讲什么 那你可以上脸书啊 那你可以自己写文章啊 你可以投书啊 你可以海黑海外都讲啊 居然把责任推在小英身上 小英有这么大本事 他们一定要被这么低啊 他早把电视台都关掉了吧 所以这个我觉得没有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对不起你刚才的答处是 这件事情的事实就不存在 而且这件事情不可以被传播 我很切切有这个机会 而且他说什么姚老师说对啊 我不能上 这也不对啊 姚老师是说他生病啊 对不对 那至于杨先红跟那个吴国栋 那我不知道他们被谁封杀 可能也是三历的节目吧 那是林昏海林董事长的决定啊 林董事长他作为一个新闻台 新闻部的那个总负责人 他难道不能够决定他今天要准谁吗 他可以啊 他可以啊 因为他是电视台负责人 他负成败啊 对不对 所以台湾的自由就在这里嘛 那那你那你还有人在我脸书上留言说 你要找方向上的节目 那真奇怪了 我为什么要去得罪林昏海啊 做人基本上是这样子啦 第二姚老师是因为生病请假 因为我问了三历嘛 他是因为生病请假 那我干嘛 人家在生病 我请他上节目 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 某一个主持人应该是同为政党 他把这件事情拿来做为一个诉求 是借刀杀人 就是借这件事情要去杀他的仇人 我觉得不合理 你问我 我觉得不合理 而且 太多了 台湾这个国家没有人可以封口的啦 连网柄中被抓都还可以脸书直播咧 那个肥蝶 对不对 谢谢 我非常高兴来到洛杉矶做我们的采访 做我们的影响组织 那我的问题是 小英跟赖清德打得这么凶 到后来有没有可能两方面很好变成英赖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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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后来 你讲的后来 是什么 是初选之后吗 还是 还是初选结束之后呢 是 初选结束之后啊 那你要问赖清德啊 嗯 哈哈哈哈 好 谢谢 好啦 我会跟他们说大家都很想人爱呗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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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我們要來辦一項 我寫人家比較不亂 我們要辦什麼 好 第二位 第二位 如果請拜託你 跟我們教他講一下 民眾的投票 應該怎麼走 讓我們在座的都會給他親戚 你怎麼記得我 第一位請不要再稍稍點獎 國民黨是皇帝黨 他是主席說了算 如果說要給獎的話 應該給吳主席 他表現最轉彎孩童獎 今天明天都不一樣 但是吳主席很厲害 他是這一波裡面 最厲害的一位政治人物 沉著住氣 然後知道怎麼樣 面對民意 然後還知道怎麼用黨經濟 黨主席的位置 然後擺平各方 而且最後你們可能會發現 那個國民黨政府提名人 幾不是韓國瑜 也不是郭台銘 那如果真是如此的話 他可以得世界宇宙最佳 這個軍事獎 國民黨的發展是剛開始而已 那還沒結束 而且尤其到我中間 那其實吳敦義最想自己選啦 大家在 阿倫中 他也沒有說自己愛算 而且太太愛算 太太永遠沒有放棄要選總統 到現在為止都沒有 第二就是 他自己是能選 那應該是馬英九想選 那馬英九想選 是因為馬英九想聯席馬熙輝 那B3呢 都不行的話 他們很想馬無配 那吳敦義不太想做輔的 所以馬英九就放棄了 規則在黨中央手上 那我的了解是 吳敦義可能520之後 會到北京去訪問 所以他們現在的初選 一直沒有決定 最重要的原因是吳敦義 用時間換取他去北京 參訪的機會 然後他要跟習近平見面 然後到時候 南英的候選人裡面 要擺平韓本跟郭粉的 是北京嗎 習近平 如果習近平一講話 韓本的支持者 就會接受那叫蔡良民啦 對不對 就是中天級 那郭粉 郭台銘就擺平啦 所以 應該是520之後 才是搭戲上場吧 吳敦義可能會在 5月底6月初到北京 然後要看習近平 我個人認為習近平比較都 比較想馬英主黨選吧 因為習近平是紅二代 馬英主是藍二代 那國民黨跟共產黨的恩怨 要在權貴手上結束嗎 要在正中的國民黨的 接待人手上結束 怎麼會在 韓國瑜那個小流氓成長結束呢 我不是做捐稱的 我是外國第二代 可是我爸爸很早就退出 我爸爸是來到台灣 然後就離開軍隊去當老師 所以我是在學校的 我爸爸是小學老師 所以我是在學校的宿舍長當 但是我們周圍全部都是捐稱 我媽媽跟我說 不要跟捐稱來往 因為捐稱都是小太保小太妹 小流氓 所以韓國瑜是標準的捐稱小太保 捐稱小混混 捐稱小流氓 這些人都是第一等的士官長啊什麼DJ人 他的爸爸應該還算不錯 所以他會被提名為立法會員 他爸爸可能是什麼上少校啊這些 在好龍斌跟馬英九眼裡 他們根本就是第一等萬省人嗎 那你認為習近平 不會認為他是第一等萬省人嗎 所以習近平絕對不想跟他握手 那其實我跟韓國瑜的陣營還蠻熟的 我早就跟韓國瑜旁邊的 幫你去說 郭文說哈哈你們是低等萬省人 我們家是高達萬省人 我不知道我這挑郭有沒有用啊 可是後來韓國瑜果然罵他們是權貴 好龍斌 他爸爸說好活誠 好龍斌當年給了韓國瑜口飯吃耶 他說台北市長韓國瑜是做北農總經理的 你覺得他可以忍受 那個韓國瑜突然跳來做總統 還把土一大業完成嗎 民族土一大業 怎麼可能在我們手上完成呢 一定是馬英九啊 馬英九一定像馬熙惠啊 這是秘密 但是很多人都知道 郭台銘工具啊 郭台銘的財包啊 最近講那些什麼鬼話 我們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他不要出來 大家還以為他是個企業家 出來之後大家才發現 原來他是個公投 我每次都形容他是公投 但工廠的工廠老闆不是公投嗎 這樣的人都打不敗 民族黨很丟人喔 謝謝 好 第二次我們看 第二次我們看 怎麼解決啊 我有解決方案耶 可是呢 蔡英文不會提我的 如果 如果今天是李登輝做總統 我不能聽啦 你不一定不能聽 如果今天是李登輝做總統 早就解決的啦 如果是我做總統 我也找出解決的啦 如果是我做總統 我就告訴總統 我要做總統好選人 你去幫我安排權財會 徵導我 或者是連任會寫 我會寫一封信給黨內同志 說為什麼我要連任會寫 強制拜託的作為的副手 黨員這場選戰 勝出歷史的出責 對 其實我不是 兩個問題喔 那個郭對宏被退 正經看明是被關 是不是小英的旨意 還有第二個問題呢 你們會不會以德抱怨 邀請那個 彭文鎮上臨的浪心 是我的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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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 因為他們覆盡 他們自己為師 他很自大 我沒有必要做偽君子 這不叫以德抱怨 這叫偽虛偽 我覺得我們媒體 不必製造虛偽的文化 第二 郭貝宏跟正經看明是 小英如果有本事的話 我可以去做偽君子 早就把他關了 還要等到今天嗎 這是一個商業作為耶 明氏他本來股東結構 就是沒有人過50% 甚至於沒有人過15% 最高的大概17% 那明氏的關鍵人物是王明玉 王明玉手上跟他的弟弟的股份 加上合作者就可以過一半 拿到董事長的席次 那王明玉還有小股東的名策 因為王明玉是明氏的創辦人之一 當時他是秘書 當時他找我去明氏上班 我沒有去 所以對不起 我比彭文正的輩分高很多倍 在台灣的心本界 我做的事情比彭文正多很多倍 我訪問過理工台 我訪問過愛奎諾 我訪問過所有的總統 我跑過很多獨家新聞 我有現場 我寫過書 破壞症 自吹自雷是他家的事 我再說一次 我跟他沒有恩也沒有怨也沒有德也沒有報 我不想讓這種破壞我節目的內容的人上我節目 為什麼台灣人會不會不會講實話呢 是因為台灣流行誰推秀大家又來得理他 這件事我沒有公開講過 關於郭貝鴻跟那個王明玉之間的問題 是因為這是股權結構的問題 這次造成權力的鬥爭 那當時王明玉因為跟成長景不合 因為成長景壓制他們很久 王明玉是一個公投派 他對台灣的貢獻並指導 他還說了 民視在創民視的時候 找我去 我沒有去 因為我剛剛提完人回那一間店 我年輕奶奶的時候 民視已經創多久了 我那時候才三十出頭 那他找我去我不敢去 因為我不懂 我不懂電視 我剛剛離開聯合法 那我說我不懂電視 我不敢做 何況 民視當時要成立民視的時候 其實是跟其他電視台是競爭的 那個時候有一家電視台 找我去做新聞部經理 那個是TB TBPS的董事長是邱姆 他找我去做新聞部的副總監 總監是那個李濤 那我也沒答應 因為我不懂 我不懂影響 所以我跟王明玉姐說 我沒有辦法來 第一因為我就懂 第二我拒絕了邱富生 我再來答應你 邱富生會追賞我 那朋友也沒有這樣道理 所以就沒有去 但是我跟王明玉一直很好 民視後來是誰呢 新聞台是誰做的 是楊憲宏做的 楊憲宏這些大家幫忙 會有幫一點忙嗎 那是初期的 那王明玉跟郭貝宏都是哪合作 那王明玉就請郭貝宏來做戰略夥伴 那戰略夥伴 當時他們這個戰略夥伴 就由郭貝宏做董事長 王明玉做成績 然後他們還一起 請請了彭文貞做戰略 這個內部是什麼 我不知道 可是結論是 我跟王明玉說 為什麼你們那個主持人 可以罵人家長話的時候 王明玉說 他管不到 董事會的節目他管不到 那第二 後來你也問到王明玉說 我說郭董找我做節目 你有什麼看法 那他說 很好啊 郭董他現在 他當時的回答是 我已經沒有辦法 處理民事的事情 因為我被架空 這個是 這個是當時我跟他問吧 各位可以看到 是他們在高層階段之間 互相的 也不叫鬥爭吧 就互相的較勁 那王明玉就決定去跟王文陽合作 跟林昆海合作 然後 林昆海跟王文陽這些人 還有衛權 其實衛權其實是中中皆快 大家曉得的話 其實曉得中中 都會比較知道 然後 林昆海跟那個王文陽 王文陽的代表就是 黃明玉在冰獅 那他們就 就一拍即合 因為林昆海很早就想要 掌握比較多民事的股份 因為買不到 你知道民事很奇怪 他是在市場常買不到的 股票的 所以郭董也很冤枉 郭董跟我說 他花了很多的錢 超乎市場的錢來股票 那我覺得郭董 有點料理清新是 他沒有想到王明玉會去 會去跟總經理合作 因為他曾經在 一個禮拜以前還跟我說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做節目 他還跟我說 我說你這個鬥爭會不會失敗啊 他還說 放棄我會保護你 然後第二次說 我五年超過百分之五十一 我會不會逗到 這都他說的 那可是商場就跟政治一樣嘛 對不對 然後王明玉總經理他覺得 他在臨時他如果覺得 他是個總經理 沒有辦法被獎 或被獎 而且當時他們內部 鬥爭的消息 傳的去台灣都知道 有一種說話是王明玉 會被身為傅勇時代 然後總經理叫嚴如碩 那王明玉 那個總經理可能會覺得就是這樣 他不喜歡 他就說明生暗將 他不喜歡 所以這個就是 就是比賽嘛 那所以他決定跟 他決定合作的對象 民婚海陸上很低調 因為海陸上很希望跟民視結合 是因為民視有無限電視來 很大 民視的影響力很大的 他是穿透各個角落 他不只是只有 有線電視啊 網路啊 他網路很強的 你要是我們節目 一上我們節目 就得有 我是因為叫民視 如果是我們自己做 就能不能 然後他還有 他還有數位台 他還有 他還生產那個 一些產品 所以他是一個很大的公司 每個很多東西 還要長通常 那所以那一天 他去哪個節 失敗 郭董事長到現在 我還跟他來往的時候 我覺得他很坦然的 就 商場上面本來就是這樣 那至於 政經這個節目被關掉 我不知道 我不瞭解細節 可是我曾經問過 那個民視的當局 就是 常務董事長那個 黃議長不是說 他們的財務結構上顯示出 這個節目的成本太高嗎 那這個成本如果 像他們所講的這樣 這個確實 是比一般的行情價 高出非常多位 非常多位 那這個是不合理的 經營的方法 那所以常務董事要換掉 那換掉的時候 當時新聞 他們就在打新聞證 然後黃議長就在臉書上寫說 小一派人去把那個節目關掉 那也沒有證據 後來從五一二回應 然後說那個不是事實 然後 然後那個問題是 彭文正在臉書上寫說 民視的常務董事做假財報 對不對 他是那一位上寫的 那個常務董事就是黃明哉 就是董事會成員 那你指控人家 董事會成員做假財報 那你還可以繼續做節目嗎 如果你 我們大家都是聖風的商人耶 你們每一位大概都是吧 如果你有個高幹 在臉書上寫說 這個老闆做假財報 你可能當天也把他桌子收一收 請他走人吧 好 我覺得剛好而已 謝謝